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十月一日國慶日的天氣報告 首先一起看看衛星雲圖 厚實的雲團就是熱帶氣旋潭尾 仍然影響著日本為當地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如果大家在日本都要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和交通安排 看遠一點在西北太平洋有另一個熱帶氣旋 就是康尼 預計康尼會在未來幾天移向台灣以東海域 大家如果去當地工作活動 都要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和交通的安排 我們一起看看香港附近又如何 香港以至廣東元朗地區 現在都是吹著一些大陸性氣流 比較乾的東至東北風 所以早晚天氣都是比較涼 有點秋意 我們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都在二十三二十四度左右 我們仔細看看今天天氣情況 見到維港看出去今早比較多雲 不過慢慢雲量其實一直減少 預計今天日間都會是天晴的天氣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早上局部地區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而漸轉是天晴乾燥 最高的氣溫會是上升至三十一度 吹和喚的東至東北風 天文台有超過二十五個天氣照片 為大家發放最新香港附近的天氣情況 我們一起看看 在去年十月一日國慶煙花會演 我們在維港看出去都看得到 是煙花盛況的情況 今晚九點鐘亦會在維港 會有國慶日的煙花會演 今晚天氣不錯 大家可以考慮去欣賞煙花 或者在安在家中欣賞煙花 亦都趁這個機會祝大家 生活、工作都像煙花一樣 一段情況那麼殘爛 我們一起看看未來幾天的天氣情況 預計香港以至元朗地區 仍然會受一些乾燥的東北風影響 所以我們展望未來幾天 都會是一些大致天程的天氣 日間亦都比較乾燥 沒有那麼熱 最高的氣溫都會上升至大約三十至三十一度 今節的天氣先說到這裡 再見